然後在最後 你要滑到最後 就是我看到松鼠 我大叫松鼠 所以大家就叫我松鼠學妹 這是大家幫我取的喔 我要跟大家講 叫松鼠其實有一個壞處 我要上網查 關於我的文章的時候 全部都會是赤負松鼠 大家好 松鼠 今天呢 是我們20萬QA的影片 我在前幾個禮拜 就已經去申請我們獎牌了 我收到獎牌的時候 為什麼呢 怎麼變那麼小 是正常的嗎 應該不會是我填錯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比你們更期待這個獎牌 那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開我的 10萬獎牌 為什麼是10萬 因為我當初在寶哥那邊 就已經有10萬了 我就想說我自己累積到10萬了 我再來申請 所以10萬是他給的 10萬是我賺的 我現在有資格領10萬獎牌了吧 不知道長怎樣耶 很可怕耶 哈囉 看到了吧 我們大家一起看 1 2 3 欸 他真的變小了耶 現在很迷你 很可愛 我的第一個獎牌 那我們開票完畢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怎麼樣呀 收起Q&A 我這邊有在IG的限時動態 收集Q&A問題 還有在YT的會員頻道那邊收集問題 我請我們剪輯師姊姊隨機幫我選了幾個問題 然後我現在要來回答 那我們先從YT會員這邊的問題開始 哇 我第一個就好動腦 你知道我真的沒有看過任何的題目 而且我根本沒有任何的想法 我也沒有事先先想過 我在7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拍過一次大親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也很期待你們的反應 目標就是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減肥成功 但是我昨天晚上還是吃了 今天跟一碗醜飯 只在3點的時候 我目標就是我覺得 我真的非常需要更改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的懶惰 希望我不要懶惰 我要好好的去做好我每一支影片 不然我都會想說 哇 明天還有時間 不然明天好了 自己做當然是很不容易 以前就是會有人帶著你 我覺得夥伴這個東西 真的是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然後我們合在一起 就會變得更豐富 但是現在我是一個個體 自己出來做 然後我又找另外的夥伴來 讓我這個個體更鮮明 反正就是變成全部都要自己處理 不會有人在幫我擦屁股的感覺 我覺得在他那邊可以很自在 很自在的一個點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跳的人 我可能今天看到一個東西 我就會走過去那邊 看到這個東西 我又來這邊了 會完全沒有什麼影片脈絡 會會變得超難解 但是 我媽那樣的存在 會讓我覺得 他都會把我拉回來 這個調適 就是我現在 我要控制自己 不能失控 我以前的做過 還是請勿司控式的這種 其實我也沒有做特別的調適 就是多拍多嘗試 我會想一個問題 觀眾看我的影片 他能得到什麼 我會一直去無限思考這件事情 我希望的是你們可以看得輕鬆看得快樂 但是還是可以獲得到一點點小資訊 不要讓你看完 他的影片在幹嘛 我都想要想讓你們記得一點 不然都是記得我的美貌 下一題 一名的美食 這個其實很難耶 不過我什麼都想吃 現在最想吃 是我之前拍過那個 冒季麻辣臭豆 斗六的那一間 我現在真的超好吃的 趕緊回去 我跟你講 麻辣臭豆腐 禮拜二沒開 回去沒有用 沒有 再見神 我平常其實一天都只吃一餐 因為我懶惰起床 然後我會多喝水讓自己代謝 因為我懶得運動 哎呀 這個講起來都熱了 啊 對啦 我覺得應該是我很容易流汗這件事 所以我代謝應該算不錯 大學畢業之後 代謝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最近真的會開始比較運動 而且人家說運動也可以改善懶惰 調整你的身心靈 去放棄公園唱歌 跟街頭藝人 因為我沒有原因的街頭藝人 我小時候就卡都卡不夠 所以我就有點害怕不敢去跑 未來你在路上遇到我 你就說阿松你可以跟我唱歌嗎 我就跟你一起唱 你敢來找我 我就敢答應你嗎 我以前國中的初號叫小雞 我的遊戲ID都叫破碎的雞腾 該不會要叫我雞腾吧 我如果沒有叫松鼠 我要叫什麼啊 蝦魚 對啦 大家以前都叫我蝦魚 哇蝦魚 有啊 對不對 你真的是想要去埃及 對我好想去埃及了 我想去埃及是因為我想看那個金字塔 不是去那邊吃 那個吃我不擔 感覺可以拉肚子 我還想去哪裡 我真的好想去泰國 泰國感覺好好吃喔 安排 這邊啊 這邊你們有發現嗎 一個禮拜一首其實已經很多了 也沒有人要看 聽到我說沒有人要看了 知道怎麼做嗎 多看幾遍 第一隻原本是 他要找我去跑小恐龍 但是我生理期我那天沒有辦法去 後來他就問我要不要去跑 他就去大肥 然後我就說OK啊 那時候是暑假我就從雲林這樣子打火車上來 他只有給我車馬費 為什麼叫松鼠 你們給我好好的去看影片啊 欠揍 我以為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跟寶珮的初登講 滑飛照影片 然後在最後 然後滑到最後就是我 看到松鼠我大叫松鼠 所以大家就叫我松鼠學妹 這是大家幫我取的喔 我要跟大家講叫松鼠其實有一個壞處 我要上網查關於我的文章的時候 全部都會是赤腹松鼠 還有一個大家都會傳 今天跳電是松鼠咬的給我 我有看到我就會回說不是我 你還會回喔 你真的真的 啊就不是我啊 我不太會去在意觀眾對我的言論 我會去在意的都是我身旁的人 給我的回饋還有他們的想法 以前剛出來的時候他們都會說 三妹松鼠最寵的那個真的還好 我都會點進他們的頭像去笑他 你要覺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確的 你很開心那你就去做這件事情 不要做一些 道德倫理上次的事情 這樣子就OK了 我怕別人有眼光 是因為我覺得我身旁有別人 尷尬的會是他們 啊這樣也很真實啊 然後我又剛好可以做自己最開心的事情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你們看了也開心 這樣子雙贏 有覺得自己長大了嗎 有 好 下一題 肯定是不記得的 好 問他 因為我自己都忘記了 你覺得他會記得嗎 還叫做寶哥吉蘭 喂 喂 黃寶亮 我現在在拍Q欸 因為觀眾問了一個問題說 請問寶哥還記得跟我的下一次約會嗎 記得啊 第四次約會啊 哇 你竟然記得啊 你是黃寶亮欸 你怎麼會記得 嗯 我現在特用心了 我珍惜每一個人 我還沒開始安排而已 好啦 感謝你回答 好 感謝你回答 好 感謝你回答 我愛你 拜拜 嗯 拜拜 大家都知道他對我的心力了吧 其實他最愛的是我 他們都說你跟白癡公主很像 我最想反而是我想要去找那種 現在比較新的 就是他們在網路上 發的影片都是那種超級正能量 我就是會去想要接觸這類型的人 啊 然後因為白癡公主跟那個千千 他們都是男YouTuber 我會害怕 我不敢去認識別的人 有沒有大家認識我嗎 我聽到荒島求生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想講誠誠 因為感覺我們兩個無聊可以在手上面吵架 他跟我一樣都是不能餓到肚子的人 所以我們應該都會很努力的想辦法去 啃豬皮抓魚 然後生活之類的 怎麼跟家長的溝通 就是你要讓他知道 你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 他不願意讓你去學 那是為什麼呢 浪費時間嗎 還是是因為沒有錢 那沒有錢的話 甚至可以用別的方式去解決 把你的壓水錢拿出來學 或者是你利用假日去打工 或者是你幫你爸媽洗碗 幫你做一個禮拜的壓師 讓我去上一堆課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父母應該不會不願意去 傾聽自己小孩想要什麼 先勇敢的講出來 你喜歡這件事情 跟你為什麼想要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的歌曲 酷更新的太慢 我的歌其實蠻少的 所以最大的主流就是 我沒有去學習新的事物中 畏懼來講就是有懶惰 那這樣子可以講到剛剛的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在我某一年的生日 辦專場 就是我的音樂會 因為辦音樂會 所以如果要售票演出的話 就會需要自己的歌 所以我現在目前的歌話就是 出自己的歌跟辦專場 不敢給自己的曲線 原本的曲線是明年生日 但是我現在一首歌都還沒有 王謙的迷途 但是我大學同學 下次Cover他歌 我不好意思Cover自己同學的歌 不然其實我同學的歌都很好 我同學好讀 這個是我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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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羨慕 等我瘦了好不好 等我瘦了真的 我愛漏我就漏 目標瘦到47公斤 距離47公斤還有7公斤嗎 哎呀 不能逼啊 強逼的小孩是不會長大的 你知道嗎 藍多就說 我沒有要出寫這曲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沒有自信的人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拍照這件事情 我覺得影片的話 我可以很做自己 是因為我不需要去在乎說 醜不醜 漂亮不漂亮 但是那張照片如果拍的 它就是定在那裡 我會一直去看說 其實這樣拍的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我不太敢說這件事情 如果跟消防隊猛男一起拍的話 我可以考慮 我想更猛男拍照 我沒有聞啦 誰敢聞啦 誰愛聞啦 我們國小讀統一間 因為他是我們學校的風雲人物 怎麼樣的風雲人物 他是拍間 他會跳課 就是常常聽到很餓 班老師在打 你就知道他是在打他 那時候我們都會去當糾察隊啊 然後他有一次在當糾察隊的時候 他就在中庭就說 我們在奔跑 因為在走完奔跑會被禁名 他就說 欸 你去幫我追他 然後我就真的去追 過差不多10分鐘 我跑回來跟他說我追不到 在那國中我踏進教室 看到那個名單的時候 我看到 唱吧 不要去 我一個官學生總是跟他同班 然後從那時候就跟他開始變好朋友 然後到高中 他那時候看我學琴 他也很想要學 他就跟我一起去找同一個老師學 然後跟我一起上高中 王克萊是被我養大了 因為我國中都會偷我媽的錢 買雞排給他吃 媽媽看到了嗎 媽媽知道 我跟黃克萊就一直看酒精落跑 然後就覺得 一定要再辦第二季 因為觀眾其實好像很期待 想要跟我們一起跑 第二季的話 如果人更多 那就是必須去跟 明顯真情道路使用權還是什麼 所以期待我們的好消息吧 我覺得我拍的影片 我不後悔啊 因為這都是我們自己 討論出來自己想做的事情 怎麼會後悔呢 我沒有在做後悔的事 我跟我阿公跟我阿嬤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家人是很重要的 即使是很簡單的內容 很簡單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 可以跟自己愛的家人 一起拍影片 然後一起記錄下來 這是很寶貴的回憶啦 我只是知道年齡比例 但是我不太知道男女比例 應該 女生31 男生69 之類的 我們先來看看 我打看自己了 我的女生只有13.5啦 男性有86.5 女性是13.5 我知道我的35歲以上很多 來看一下 我的13到17有1.8 18到24有28.7 25到34是39.9 55到64是1.1 超過65是0.8 反問65 你阿公的朋友 我阿公跟阿嬤 謝謝阿公阿嬤 怎麼樣 你們這麼愛問這個問題啊 怎樣 我今天如果結婚的話 你們就追捨我的嗎 我今天如果交一個男朋友 你們就不愛我了嗎 我反問你們啊 所以我今天如果有對象的話 你們就不要我了嗎 不是很多人都問說阿嬤是你們的 再次澄清 阿嬤不是我的男朋友 阿嬤有女朋友 結束 照顧我的話 我就會有心動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會去照顧人 或者是替人著想的人 所以我也會希望 別人這包子為我笑 他這樣會讓玫瑰藍的 就特地 不一定啊 可能我們會吃飯 可以幫我注意 我是不是需要衛生紙 幫我拿衛生紙 這個舉動啊 我還是小女生嘛 還是會因為這些東西 動心的啊 我有一隻 平常可能你們看的 他們都是兩隻 另外一隻是我姐姐的貓 牠叫Boi 然後因為DaiNai有分離焦慮 我姐姐有時候可能不在家 牠就會一直狂叫 牠又不太能接受其他隻貓咪 但是自從我養了Bubub之後 牠可以接受Bubub 所以 牠們兩個就會變得有點吸引不離 但是又會一直毆打對方 又是又愛又恨人 家裡還有好多隻 飄飄 酒酒 飽飽 DaiDai 我家都是碟子 應該是帶有一點無奈 但是沒有生氣 因為牠眼神空洞 其實我沒有去學 說真的其實也沒有興趣 但是我對把自己鎖起來 叫我爸來開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任意 小時候只會故意把我的窗戶鎖 然後再把我的門鎖起來 我就跑下去跟我說 爸爸爸爸幫我開門 不然就會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好玩 那你爸會這個嗎 拿那個髮夾 我沒有問過的 爸爸你會用髮夾開鎖嗎 開鎖 嗯 我只會開心 你很煩 我們家 我媽是水瓶座 人家都說水瓶座怎麼樣呢 就是你看這個人 怪怪的就是水瓶座 我覺得我媽的思維也很奇怪 有一次 我們在吃吳過魚的時候 我們就來討論說 你自己喜歡吃哪個部位 我就說 我喜歡吃頭的肉 我姐說她喜歡吃身體 我爸說她喜歡吃 就是旗跟身體交界處 她有一條肉 我媽就從店面這樣討論 我最喜歡吃雞腿 然後我們就這樣 看著我媽 我們家很多 這種很奇怪的事情會發生 前幾年是衣人 衣人的時候是表演者 我7月的時候 我重測了一次是這個 用電盲的電電電 用電盲的電電電盲 用電盲的電電盲 用電盲的電電電盲 電盲會被電盲電電死嗎 會吧 什麼問題啊 可以跳啦啦隊嗎 你是說三陣舞嗎 這樣不錯吧 那你會跳三陣舞嗎 厲害喔 你們現在在日本啊 IG可以去追蹤啊 他有時候會分享日本小物啊 他這樣算出道了嗎 那你會生氣嗎 你就說 妹妹搶了我的風頭嗎 畢竟我的頻道還是看我吧 這是做人的尊重頭嗎 你是不是拉妹妹 不是 最喜歡吃上哪一點 我的眼睫毛髮 麥當勒冰雪峰跟蛋捲 畢竟你會選哪一個 冰雪峰 能拍週職喝水嗎 不可能 不知道什麼很想做 但是還不敢做的事 結婚啊 可以一次吃幾顆水餃 25顆 請問喜歡什麼類型的歌手或樂團 我真的吃好聽就好 做其丁打多久了 大學年級到現在 那你到底什麼想吃 英文覺得我自己是辣妹 可以比愛心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QA 就已經全部回答完了 我應該有回答到吧 我其實不太記得 我到底回了什麼 其實我亂講話居多啦 就讓你們想我講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你們的支持 因為有你們 看我 我看你做的 我愛你們 大家拜拜